爆炸到滿了 先放下本書 OK 好,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幾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會說 吃生日如何可以吃得健康一點 我們今天算是吃生日節的活動 前幾年我們都是很多人參加的 今天就因為很多原因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想做個調查 現場的朋友 有幾多人本身都是 以前都已經是有吃生的一種心態 或是習慣 未必是全生 但你會覺得吃生是比較好一點的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 可不可以舉舉手 OK,不是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要調節一下那個角度 看看怎樣說法 因為可能大家需要知道什麼叫吃生 可能剛才周老師也有講到吃生的概念 我們今天說的吃生 首先是說吃多些生的食物 是沒有經過煮熟 這是第一個概念 而是說是吃素基礎上的 即是不是吃肉的吃生 吃魚生的那些就不包括 另外呢 其實就不只是說吃生的食物的問題 也都是希望吃那個食物要有生命力 即是那個食物不是死了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實驗 例如你可能會煮飯 假設煮飯 吃熟食的食物也好 例如可能吃糙米飯的時候 有沒有人試過自己做發芽糙米 有沒有人試過這樣 即是你把糙米 如果你拿去浸一兩天 中間換水 其實那粒是種子來的 那它會發芽的 但是如果你買的糙米不漂亮 它就不發芽的 那其實它就死了 那意思呢 即是那個食物 其實它就會失去生命力 如果你買的糙米 那它會漂亮一點的 其實同樣道理就是 你吃每種食物 都應該盡力吃有生命力的食物 那它才會更加健康 為什麼食生這麼重要呢 一來它是沒有經過煮熟 如果你熟了 其實它就死了 那就是跟食屍體沒有分別的 那其實你得到養分就會少很多 如果你是吃生的食物 那而且那個食物是比較新鮮 它是處於一種 還有生命力的狀態呢 那你就是在吃生命 在你的身體裡面 這個概念在我們 我自己是中醫師 大家不知道是否想認識我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李大夫 我叫李宥明 那我是一位中醫師來的 那我自己吃素 那我也很喜歡吃生的 那我也經常講吃生的一些課程 因為在中醫的世界觀 我們在講食物的健康 不只是講營養 這個概念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即食物的概念 不只是指食物裡面 有什麼成分 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那些東西 我們在講食物健不健康呢 我們在講它的氣是否充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中醫講氣的醫學 即是例如說 我們講中藥材 就說它有四氣五味 其實那些藥是有氣味在裡面的 而例如說人真的 例如有些不學過氣功那些 即是你怎麼練氣 如何感受生氣流通呢 氣這個層面 不是物質來的 氣是並非物質 它是無形層面的事來的 它是產生物質背後的那樣東西 通常現代稱之為能量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或者是天地宇宙 這個萬物所產生最本源的力量 稱之為氣 而氣在所有東西裡面都會有的 包括食物 那個食物的氣好不好呢 那個健康營養就好不好 其實很簡單的 例如是 你可能說那個食物 其實它都是有同樣的養分 例如一棵生菜 但你放在家裡放久了 那它會慢慢萎縮變弱的 你可能說它水少了 但是其實它自己的生命 那個能力 那個氣都會流失 有例如 可能很普通的 我最近先去買幾個鯉 放在家裡 然後呢 是一間很便宜的 生個檔買 那些什麼韓國的風水鯉 平時一個要賣二三十塊 甚至五十塊一個 那天不知為何 四十塊四個 很划算 十塊一個 然後買回家覺得 很划算 我用催淚蛋 所以 我不肯定有沒有催淚蛋 然後 回去 其實問題不是催淚蛋的味 是吃完之後 那個鯉 是沒有味的 是完全沒有鯉的味 你說有催淚蛋的味道也很正常 但是它是沒有味的 你可以說它養分不夠 但是實際上它同時間是沒有 它沒有種氣 因為 我們說食物 它是 要在一個 比較好的水土 去種植 那一方面 真的有養分的問題 但是另外 那個天地的環境 如果它靈氣比較好些 那些山水好些 那那個食物都好些 另外 可能那個農夫種植 那個食物的時候 那個心態很開心 很快樂 多謝它 還是很憤怒 快點種完 那些都會影響那個食物 那個氣 我們所以說食生 其實是說另一個層面的世界觀 它不只是說那個養分問題 雖然養分 營養都可能會說 但是其實是更加背後 你能不能夠吃出那個食物的能量 那個食物的生命力 因為這樣 是比那個只是養分 是更加背後層面的問題 例如舉一些中藥上的例子 例如我們說人心 就是在這個長白山種的那些 是最道地的 優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香港都可以種人心的 就是你拿那個長白山人心的種子 放在香港種 我聽過有些前輩都說成功種到的 但是種出來那個就像蘿蔔一樣的 而且是沒有什麼人心味的 你明白這個概念 其實所有食物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同樣那個金 可能還在大陸 還在日本 還在香港 都是不同的 你明白的 它同樣是那個食物 但是它那個水土環境 會令到它 最後有不同的養分吸收 食生都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說一個概念 怎樣從食物裡面 得到最多的生命力 而這件事情 當然是我們現代的人 是非常缺乏的 因為我們現在吃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首先如果你是在吃肉類 那吃肉的 那你是在吃那個動物屍體 就是真的死了 對不對 那它當然有很多負面的能量 而且它是一個動物死了 就是動物死了 它肯定會有很多負面的程序能量 你說植物死了 其實可能它也有些程序能量 但是它會相對少一些 就是動物是會感受很痛苦的 所以你吃動物屍體 你肯定會讓人質更加負面 而且更多負面能量 入到你身體裡面 所以吃肉類很多時候 帶來很多的疾病 這些在我們中醫的 皇帝內經 古代裡面都記載了 吃肉帶來很多人身體的問題 那另外呢 就算是吃植物都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些科學研究說 其實我們現在吃的蔬菜水果 是可能比 幾十年前的蔬菜水果 的營養是低幾十倍的 不知道幾倍了 我聽過不同的說法 當然每個地方種都不同 你說不到幾倍的 但是差很多倍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現在那些橙有沒有橙味 剛才說里沒有里味 那些雞有沒有雞味 那些雞蛋有沒有雞蛋味 其實我們在吃的食物 是大部分都沒有了那種 本來的養份的味道 當然這個問題是關於整個 食物是怎樣生產的問題 以前的食物是慢慢去農夫自己種 很有心的 亦都不會用化學的添加劑 不會加速去做 現在吃生 其實不只是食物怎樣不珠熟的問題 是我們怎樣找到更加 真是有養份的食物 才去滋養到我們的身體 而我們怎樣去珍惜面前的食物 例如是你吃一棵蔬菜 你好好地去吃之前 我們講普通技巧 不要講高層次的東西 例如是 你買完一棵蔬菜回家之後 通常你會怎樣做 吃之前 假設你會煮熟它也好 煮熟它 你會怎樣做 你會洗它 或者浸一浸它 然後 之後就拿去熟 通常大家會不會 養一下它先 養一下蔬菜 你會養一棵蔬菜 就是當它像一棵植物一樣 回來種它 先種它 種了兩天 什麼叫種呢 可能用水只要泡在根的位置 大家有沒有試過你做這個技巧 是蔥 因為你試過 例如你把一棵蔬菜 普通洗完之後 把它浸在水裡面 浸它幾個小時 它會變得漂亮很多 它會強壯了 大隻了 變回生命力 它就不會那麼軟 那些 你只是用這個過程 你會想到 其實它是生命來的 它只要經過你這樣做 少少的水 幫它清潔一下 它就會變得漂亮 變得漂亮之後 就算生吃也好 煮熟它也好 其實它都會養份多了 都會更加健康 你只想一個這麼細步 你要明白 其實我們怎樣對待食物 怎樣令到它更加有養份 去吃到肚子裡面 這個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如果我們煮熟它 其實那棵蔬菜都很慘 它都會有生命力 煮熟它就會萎縮了 如果你是生地吃它 其實它的養份 會更加進入身體裡面 所以你會更加得到一些力量 我們今天講這個食生的議題 怎麼吃得健康呢 其實剛才講的基本概念 已經是很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為了令到我們 拿到更加多的養份 不要浪費大自然的資源 而且是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生命力更加強 而我現在第一節的題目 是講食生怎麼吃得健康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 首先是要明白一種最基本的中醫概念 其實類似是做一些養生方法 怎樣可以令到你變得更加健康 而逢是所有養生方法 就算人家怎樣教你一種方法都好 例如說 吃什麼營養品好啊 可能做什麼運動好啊 你要記住 不是種種方法都一定適合你的 剛才周博士一開始講過 不是個個都吃得生的 意思是不是個個都可以大比例吃生的 但是當然我這樣講 是人都可以吃生果的 是不是 你不是全部100%吃生果 生的蔬菜 但是你每天多吃點生果 我覺得肯定可以做到的 今天來這裡聽的目標 你未必是今天聽完之後就說 我以後決定要全部都不煮熟了 我決定要全部吃生了 沒什麼邊緣可以做到這麼高層次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明白原來盡量減少吃熟的食物 就是多些生的比例的 梳果、果仁這些 那你去對健康更加好 你明白這個道理呢 那是這個今天的重要的得益 但是明白這個道理 那時候也很難的 因為你會經常有很多障礙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下去 因為你經常覺得這樣吃是不是可以的 是不是不健康的 那我們今天希望梳理一下這些問題 而第一個概念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去選擇適合的食物 就是個體化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身體都不同的 而每一個人的口味都不同的 例如我們現在做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那遊戲就是 請你和你隔壁的一兩個朋友 你跟他們講一下 你最喜歡吃什麼水果 試試講一下 你最喜歡吃哪一兩個水果 你試試講一下 我們講完水果 講完蔬菜 如果蔬菜你最喜歡的是選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的時候 聽聽身邊的人講什麼 肯定不是每個人都講一樣的 是不是 好像我自己 我最喜歡吃生果 吃橙 我吃橙吃得很瘋狂的 我一天可以吃 四五個五六個 十個都可以 可以很多 但是我不是鼓勵你瘋狂吃橙 是不是 我都要明白 那道理 是每人的喜好都不同 不同的蔬菜水果 是適合不同的人的 不要期待 醫師說完 吃什麼好 然後回去就吃 然後全部都吃 那是很嚴重的 千萬不要吃 叫徐波逐樓 跟著人去做一些東西 那吃生 你一定要跟自己的心 尤其是 因為 為什麼吃生需要這樣做 因為吃生 那種食物的養分 那種的精華是更加多的 而他給你 如果是適合的話 他就很快 對你有幫助 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是不適合的話 他帶給你的反應 不舒服的反應 都可能很快 但是為什麼吃熟沒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煮熟了食物之後 那些食物就死了 他就沒有生命力 也沒有養分 所以他在你身體上的反應 就會比較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些說法 例如中藥 如果你中藥材煮太久 其實通常它沒有什麼效果 即是煮時間短會效果比較好 當然這個說法也是大概 每中藥材有不同的煮時間 但如果你說煮老火湯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煮老火湯呢 老火湯我們基本定義 可能是煮兩三個小時 甚至說是煮一兩天 那些 有些人是煮一兩天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 例如 你知道煮薑草煮多久嗎 煮薑草是每天煮一兩個小時 煮一個月的 你知道嗎 你煮這麼久 其實它是沒有了東西的 它是非常平和 為什麼薑草每個都適合吃 因為它煮太久 它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已經沒有什麼藥性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吃 很溫和很安全 如果這個食物要煮得久 因為它就很平和 所以就大部分都適合吃 所以就會令到很多 本身可能未必適合人吃的食物 都可以大家都吃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煮熟食物就是令到很多 可能那個特性會令到你不舒服的食物 平和了之後 你都可以吃到 反過來 食生因為它其實那個反應會強 因為呢 就好像一種很優質的藥物 其實它會令到你很快就好 很快的生命力 改善你健康 但同時間可能都很快 如果不適合的 就馬上會副作用 所以可能你很多時候 一吃生就覺得 哎呀它又不舒服 又肚餓又冷 又不知道怎樣 那你就會覺得是吃生有問題 但其實正正不是這件事 是可能你沒有選擇 適合你自己的食物 而已 食物本身是沒有罪的 知道嗎 例如有沒有聽過 有些食物呢 例如說芒果呢 很濕熱這樣說 對不對 例如有些人說 吃些菇很寒 很寒濕的那些 有些人說法這樣 每一種食物 都有它的屬性 如果芒果是濕熱的話 就代表那個人 是虛寒的人 乾燥的人 就很適合吃 對不對 有些書裡面說 芒果是補充益氣的 好像人針那樣 那就代表那個人 如果氣虛 那些不夠滋養那些 就吃芒果很棒 但如果你本身有濕熱的人 你就不適合吃 但問題就是 你要了解自己體質的狀況 知道自己身體需要 選擇適合的食物 那這個才對你有幫助 那這樣而 怎樣選擇食物 這件事呢 剛才說我們就要介紹我的本書 對了 大家講個好 那我今年出的本書叫 《根本飲食法》 是講的一套最根本的飲食方式 是怎樣 可以找到你自己的 適合的食物 那裡面有很多練習 其中有一個 很重要的觀點 是提醒 每一個人 你的嘴巴是有能力 選擇你自己 喜歡的食物 是按你自己的喜好 那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經常講一個實驗的 例如大家 大家 吃香蕉呢 一日水都可以吃幾多條的 是 你覺得呢 你跟隔壁那個人說 他吃幾條的 你覺得 給他答案自己 大家 如果你一聽這個問題 坐在這裡呆了的 那些 你要知道這個問題 是答不到的 是沒有可能答到的 你要答這個問題之前 你要先問 是什麼香蕉啊 現在是幾大條啊 它什麼成熟的程度 好不美味 你就這樣問 你是沒有意思的 香蕉有很多種的嘛 小條是大條的嘛 有這麼大條的 那 但是你要吃多少條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對不對 你大隻你小個 你肚不肚餓 你用自己試吧 對不對 那我們做個實驗了 例如是 你現在試一下 放十條香蕉在面前 然後一次過吃完它 大家有沒有人試過 一次過吃十條香蕉的 吃了個手 我自己也試過吃十條香蕉的 十條香蕉 不是很難的 但是問題 我不是叫你這樣做 我叫你試一下這個實驗 怎樣做呢 真是想像一下 吃十條香蕉 頭一條 挺好吃的 第二條都不錯 第三條開始就飽了 第四條開始就覺得 已經是不想吃了 然後吃到 第六七條 我們覺得可不可以不吃啊 然後口就覺得很苦啊 或者很酸 很潔啊 然後呢 如果你能堅持到第十條 可能你會想咬 這樣反映出來 那口就會有酸味 這個過程 大家會想像到 應該都是這樣 對不對 大哥 情況你會留意 其實十條香蕉 都是同一樣香蕉 都是同一個味道 但是為什麼你吃的時候 其實你的嘴巴的味道會不同了 那條香蕉的味道會不同了 到後來它會淡了 或者變成難吃啊 或者變成酸縮啊 或者想吐啊 你明白嗎 是你身體會告訴你 那個食物是否適合你吃的 是根本你身體絕對有能力判斷 那個食物吃多少 適合吃多久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這個能力 原因是因為我吃太快 每個食物不要仔細咬 如果你全部都仔細咬 每一個食物最少咬過三十到五十下 甚至是在口裡面咬過兩分鐘 如果咬到兩分鐘 你到最後那個食物的味道 都還是很好吃的 那恭喜你 那食物是適合你的 如果咬到最後的味道是不適合你的呢 覺得不好吃呢 那你就應該要停 應該要吐出來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就不是這樣吃的 就是咬兩口吞下去 所以你不知道那個食物是否適合你 但是自然的動物全部都有這個能力 他知道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食物 我講到這裡 我最後要補充一點 有些人就說 不是呀 李大夫 我很喜歡吃那些垃圾食品 戴魚戴肉啊 炸薯條啊 炸雞翼啊 零食那些東西 那是不是代表我 我喜歡吃那些東西就可以吃多些 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叫食物上癮症的問題 我本書也有講到 食物成癮 是一大問題 上癮之後呢 你的心未必那麼準確 所以可能未必可以 真的用一個喜好去判斷 但是我都會鼓勵你 透過以上的方法 去測試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吃那個食物 例如大家有沒有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呢 總是很喜歡吃的 你自己問一下自己 例如我自己很喜歡吃薯片那些 即是我很喜歡看電影都吃薯片啊 那些 那就是 例如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是不是真的適合你呢 你全部都可以用口去試一下 就是在口裡面 都是將那個食物 炸過兩分鐘 仔細炸 炸到最後 你看一下那個口裡面的味覺 例如很簡單 你回去試試吃肉 吃牛扒 將它在口裡面 炸兩分鐘 炸到它溶完 才吞下去 你看一下那個味道 你是不是更喜歡呢 你自己想像到的 大部分的情況 你其實都想吐 為什麼想吐 一來肉類 去到最後這樣炸 是血腥的 第二個 通常那些肉 它不會找一些很漂亮的油 那些調味 來幫你做的 它通常是找一些普通油 你炸到最後 有一些不健康的油 那些化學味道 都出來了 一種食物 是不是適合你 根本是你口腔裡面 慢慢咀 你可以判斷到 是不是你身體需要 但是我們 只是回歸自己身體的能力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問題 怎樣吃得好 首先 我們需要用自己的心 去選擇這個食物 當你真的 每一個人用回個體化 自己需要什麼 吃什麼 我自己喜歡吃就吃 不喜歡就不吃 不要再盲上權威 哪個科學研究說這件事好 哪個老師說哪個好 我要學會怎樣去相信自己的感覺 去選擇那個食物 而且那個食物可能隨時變 可能我現在很喜歡吃橙 但是明天不喜歡吃 不喜歡吃就不喜歡吃 人可以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要學習怎樣去觀察 認識自己 這個是第一個最重要的過程 所以 我們先第一個分享 怎樣可以吃生吃得好 我猜大家 是做剛才那個基本的實驗 而且當然可以買我本書看看 對不對 根本入食法 這本書是外面賣的 可以去買來看看 好 那我第一節先講到這裡 我們給點掌聲好不好 好 可不可以